距離我手上這台 iQoo Neo 8 Pro 正式發佈又一段時間了 作為 iQoo Neo 系列的首款後墜帶有 Pro 的機型 直接首發搭載了聯發科最新的旗艦 5G 晶片 天玑 9200 Plus 這首發節奏和老東家配合的天翼無縫 趙慣例 先看外觀 iQoo Neo 8 Pro 帶來了三個配色 我手頭倒了黑色和紅塵 黑色後蓋是 A 機磨砂玻璃 紅塵是素皮材質 另外一個綠色是亮面玻璃 後背設計上沒有延續之前的雲接設計 但是排布上相比上代看起來更舒適 整機質感和上代基本保持一致 要是能把塑料邊框改為金屬 估計線上的護身會更高 下一代應該就有了 好 剩下的邊插邊聊 就拆大家相對更喜歡的玻璃版本 第一步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於機身底部雙卡設計 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拆卸後蓋 三明治結構 加熱後劃開粘膠打開後蓋 材質是玻璃 翻至背面 通過內側可以看出後攝DECO 為金屬材質 DECO 通過粘膠固定在後蓋上 後攝的對應位置覆蓋有緩衝泡棉 第三步拆卸主板 看主體部分 採用的是上下蓋板和中框相互嵌套的設計 後攝右側是NFC 線圈 電池上覆蓋有一大小兩片散熱膜 下方這片同時覆蓋到了底部揚聲器 卸下表面所有螺絲 劃開機身四周的卡扣 即可將邊框和主體分離 邊框是塑料材質 翻至內側可以看到大量的FPC 天線 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上佔有閃光燈排線 排線上集成有一顆LED 燈珠和後置的傳感器 電池上方的散熱膜一直延伸到 NFC 線圈的底部 也就是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蓋板內側還佔有一顆瑞生科技 0809 規格的 X 軸線性馬達 挑開左右兩個電池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所有攝像頭 主攝硬件規格改得不錯 是來自索尼的 iMAX 866 5000 萬像素 支持 OIS 光學防抖 並且搭載了 VCS 技術 廣角是800 萬像素的 OV08 D10 前攝採用了 1600 萬的三星 S5 K3 P9 取出主板 主板是單層設計 正反兩面屏蔽罩都有散熱銅箔的附感 核心發熱區域 吐有導熱材料 紅外發射器 頂部麥克風 以及前置的環境光傳感器 集成在主板上 主板的薄弱位置 通過金屬片進行加固 PCB 製造商是方正 4 加散熱銅箔 清掉導熱材料 吹開屏蔽罩 三大件屬於旗艦級規格了 美光 LPDDR5X 的 RAM 並且全系標配16GB 加上原地復活機制 日常多應用的使用體驗 還是非常不錯的 RAM 下方就是天璣9200 Plus 旁邊是三星 UFS 4.0 的 ROM 最左側 還有 Vivo 字眼的晶片 VE 加 取出聽筒 AAC 常規的 1012D 規格 中框中央可以看到清晰的 MTK 和 SM 的字樣 字樣下方所對應的方框 就是不同版本 SOC 所在的位置 猜測方框的作用就是在生產過程中快速確定需要塗導熱材料的位置 邊鍵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上邊這一條是屏下的壓桿模組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取出副板蓋板 去掉散熱膜 底部揚聲器和蓋板集成在一起 揚聲器來自戈爾生學 規格是 1116B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副板 底部麥克風 SIM 卡卡槽 以及 Type-C 接口集成在副板上 接口通過膠套保護 規格是 USB 2.0 取出第二顆 X 軸的線性馬達 規格和上面那顆完全一致 指紋模組採用短焦攝像頭方案 第五步 拆電池 電池是雙電芯雙接口設計 總容量 5000mAh 自家製造 使用 ATL 電芯 搭配附帶的 120W 快充頭 峰值充電功率能到 100W 實測 1-100 充電時長是 27 分鐘 好 最後一步 拆屏幕 加熱後滑開四軸粘膠 分離屏幕 屏幕來自京東方 支持低亮度 2160Hz 的高頻 PWM 高亮度類 DC 的調光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亮度 650 Nm 左右 全屏激發最高 1100 Nm 左右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箔 中間一長一短兩條壓梗模組 觸碰 IC 來自惠定科技的 GT9916R 最後來看中光部分 上方貼有幾乎全覆蓋的散熱膜 私家散熱膜就可以看到不鏽鋼材質的 VC 均熱板 而且是個面積 有 502 平方毫米 是 iCOO 有史以來最大面積的 VC 也是近期拆過的手機里面用量最狠的 反映到實際的遊戲體驗上 先聲明一下 我們測試的是素皮版本 室溫 25 攝氏度下 中低負載的王者和吃雞都能滿針運行 而最高溫度也僅為 36.20 攝氏度 整機平均功耗表現也不錯 高負載的原神半小時跑圖加打怪 都能有 59.6 的平均幀率 並且穩定性做得不錯 最高溫只有 43.5 這個結果看起來貌似和笑容八斤二不相上下 不過我看到幾個同行測試的功耗都比較爆炸 特意更新了一下固件重新測試 結果依舊差不多 奇怪了 難道是有體質差異 當然 從原神大核的調度上來看 天璣9200 Plus 這個顯然是要更激進一些的 所以長時間的高負載遊戲表現應該是不如笑容八斤二的 好了 拆解的就到這裡 整機有一種共 18 顆螺絲 眾絲歸位 TRE X4 有一個多數字 TRE X4 TRE X4 iQoo Nio 8 Pro 整體的 用料还是比较给力的 首发天机9200+, 最大规格的VC 均热板 双X 轴线性马达配合屏下 双压感 还有全系标配的16G LPDDR5X 对于Nio 系列原本的定位来说 就这些已经对得起 Pro 之名了 但iQoo 并没有局限于此 在影像方面也同时发力 索尼 MX866 加背靠篮场 这回表现也是超出预期的 最近 618 有200 块的优惠力度 16 加 256 售价 3099 并且还上了一个 1T 的皇帝版 只要 3699 有入手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兵 我们下期想拆 再见